带你一分钟了解精彩剧情 朱老板开办了一家托管班 找来爱心爆棚的朱奶奶和年轻专业的原丁仁老师 专门看管附近放学以后 家长不能早接的小学生 学堂一开课 孩子们变成了主角 他们的每一种想法 每一份感受都可以构筑成一个有趣感人的故事 小胖子马大军是个富二代小霸王 调皮贪玩 是班主任眼里的麻烦鬼 后来在托管班老师的辅助下 成绩保持优良 也深得班主任喜爱 老爸是高干 因涉嫌贪污受贿遭到调查 而被迫转校的官二代爱娇娇 因从小被娇惯心急又多 控制欲强 和小霸王矛盾多多互不相让 智商惊人的小天才王敏聪 虽然出身寒门 只有一名单亲妈妈 但从不自弃 全没把富二代官二代放在眼里 和大军娇娇斗智斗勇 闹出无数笑话 放开那单独二餐 家里就再听些喊 单独二餐 听着手 意思就是说 父母要是有一个独生子女 就可以再要一个小孩 真的 完了完了完了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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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什么完了 我倒觉得挺好的 应该有个记忆了 当然这么说了 你们这群小男生在聊什么呀 聊生小孩啊 什么 生小孩是你们该聊的吗 修不修问 不聊行嘛 我们的家里很快就要多一个弟弟或妹妹了 不可能 爸妈只能生我一个 政策不允许 问题是现在允许了 你父王 是独生子女吗 不是啊 但是我妈妈 我妈妈是 那政策就允许了 政策允许又怎样 我不允许 生与不生 是大人政策 我来算算吧 现在的独生大人 都再生一个 那我们 就不是独生的了 那到下一代的话 那又是独生的了 让我看 得得得得得 一边两块钱 你考虑的倒是占远啊 总之越说越会怕 那就增加多少人啊 不是说地球资源快受不了了吗 将来地球受不受得了 我不管 反正我现在是受不了了 你 你 你 还有公主 你想不想家里多一个弟弟或妹妹 和你们分享爸爸妈妈 那 那该怎么办啊 赶紧行动起来 保卫我们独生子女的权利 我们有这个权利吗 怎么没有 国家不是保护私人财产吗 这本来属于我们的爸爸妈妈 怎么能分出去一半呢 请问一下 爸爸妈妈是我们私人财产吗 别管是不是 不想让爸爸妈妈答案 分出去一半 能够赶紧行动起来 嗯 老公开什么 我说的 看你怀孕的时候的照片 哎呀不要看了 好丑啊 那个时候身材都走样 怎么会呢 你看 这叫女性之美 母性的光芒 哎呀 我是多么怀念那个做太后的 那段日子啊 太后 要不 再说一个 我就知道你在这儿等着呢 来 老公 嗯 我是很友谊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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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花儿 九八三天 怕什么 有我呢 我现在说的不是经济负担 还有精神负担呢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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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晓晓 你把这笔笔车推出来干嘛 哦 我知道了 宝贝 你不会还想躺到里面去吧 我告诉你 那可不成啊 你现在相对于英文时代 你是一个超级巨人 连腿都塞不进去 是啊 是塞不进去了 所以我想把它扔掉 还有这个小背痘 干嘛扔掉呢 你那时候不是说要留下来做纪念的吗 可现在我改变着力了 我长大不需要 所以都把它扔了吧 哎 这些东西可不能扔 这个笔笔车还有这个小围兜 可是名牌产品的 当时花了我不少钱的 难道妈妈你要拿去用 这围兜你还要围 这车你要坐 我 我可没有说我用啊 这些都是好东西 我是说将来还能有的用呢 谁用啊 谁用啊 要 要是咱们家在这 哎哎哎哎不不不 不是咱家 是咱亲戚家 要是他们添了宝宝了 哎 这个英文车就可以送给他们 这个叫做废物利用 是啊是啊 哎宝宝 晚了啊 回房间睡觉去啊 对啊 快去 不行不行 谁说不行呢 咱们飞进去 哦 宝宝飞哦 好消息好消息 我已经打成我妈了 那你爸妈 搞定我妈 等于搞定我爸 行贼谢谢王 你呢 我爸说养好一个小孩就不容易 不敢想两个 我妈说快跟我相应为命 哎 哎 晓晓 那你怎么样 怎么 有情况 我妈有了 啊 啊 这么贵 也没跟你商量啊 这也太不尊重你了吧 不是那个有了 是我妈有了烧二胎的想法 哎呀 先让我一跳 又要之中啊 哎 怎么说啊 小小 我说了 你别不高兴啊 说吧 你爸爸妈妈 只是典型的 重男轻女 就是想要个男孩嘛 哎 立一个太子来继位 对 我爸是国家干部 而且 我爸好爱我的 爱你不代表不想再生一个 其实我觉得吧 你爸爸妈妈 可能不是重男轻女 只是想再生一个儿子 赶紧凑个好赞 对啊 你爸妈 以前是因为计划生育不允许 所以才没生的 可现在不一样了 国家允许单独生二胎啊 那你说我要怪国家 你不应该怪国家 而是要感谢国家 什么意思啊 要不是计划生育 你的弟弟早就出生了 你的好日子 能过到今天呢 就是 而且你有可能不叫爱佼佼 那叫什么 其要什么爱朝地 爱来地乳的 我干嘛 我意思 幸会我妈是 主生子女 不过她不想生第二胎 大军 你又是个女孩 那就惨了 你的意思是 要怪是怪我自己是个女孩 哎呀 博士 你看你 静卓姐没用的理论 都把公主给弄哭了 咱们先不追究 应该怪什么 心底佼佼想想办法 怎么样才能让她爸爸妈妈 放弃上二胎这念头呢 多生一个孩子 这就就多一份危险 危险 对呀 以后吃的 穿的 玩的 用的 都我先给你的弟弟 哎 也要分出去 爸爸妈妈的一份爱 对 冰箱弄不好 还得照顾她 啊 我才不要呢 哎呦呦呦 你看她多可爱啊 对啊 我笑了 哎呦 哎呦 不不不不 是不是饿了 哎呦呦 哎呦 佼佼 刚才叫你去给弟弟充牛奶 你充了没有啊 哦 我忘了 啊 什么 忘了 那你还不赶紧去充 你想饿死你弟弟啊 哎 你长点进行好不好 今晚没饭去 我再不要呢 你们说我该怎么办 好办 奋起反抗 怎么反抗 吃最好的 玩最好的 穿最好的 最坏的 什么意思啊 反正就是 吃穿用 要高端 打气 上当次 学习导弹 胡闹 要减差 简单 就两个字 折腾 坑爹 这是四个字啊 啊 啊 反正就是这个意思 这就行了 当然了 你想 你这么一坑爹 爸妈就想 现在的小孩太难养了 费心 费身 费人 费人 民币 只要你妈妈自然 就放弃 十二胎的念头了 这种方法 在理论上可行 可是在实际上 可行吗 哎 谁说不行的 我是时不时的坑爹 才这么容易打下了我爸妈 生第二胎的念头 可是坑爹是不笑的 哎呀 我们现在是小坑 又不是大坑 怕什么呀 小小 你放心 有什么尽管找我帮忙 特别是帮你吃喝 还有帮你花钱 去去 我还没开始坑爹 你就开始坑我了 今天有点热 是啊 今晚吃什么 随便 吃啥都行 哎呀 这是怎么了老公 你快点过来看看 我老婆 这还在咱家吗 哎 我们家是不是遭贼了 可门锁还好好的呀 我 会不会是窗户把进来的 这可是十八楼 赶快去报警了 哎 哎 不对不对 女儿还在家呢 娇娇呢 对呀 不用找了 其实呢 这些东西都是我搞的 我只是想找一找寄存在你们那儿压岁钱 什么 压岁钱 你要压岁钱干嘛 血拼了 叫找朋友吃吃饭玩一玩 哎哎 艾娇娇 你什么态度啊啊 你看看你一回家 把这儿弄得乱七八糟的 打扮成这样 我告诉你 要不是你说的声音啊 是我女儿的声音 我认不出你是我女儿呢 好了好了别那么凶了 她也就是一个小孩子好奇嘛 我小的时候也偷偷的 偷我妈的口红抹过什么的 就你这当妈的 老是宠着她惯着她 我告诉你啊 今天她老师 给我呢 打来三个图诉电话 第一个电话 说到上课的时候擦嘴 第二个电话 下课疯打疯闹 第三个电话 这次作文只有五十二分 什么 五十二分 佼佼 你平时作文不是八十分的吗 你太令妈妈失望了 你们的失望可以减少我的压力 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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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 跟你说那办法有没有效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效 反正我爸妈是气得够呛的 对我很失望 这就对了 他们的失望就是你的希望 那也如此啊 我和大军等着你胜利的消息 我先打听一下消息啊 先挂了 拜拜 你说咱家娇娇向来都挺听话 怎么就突然间变成这样了呢 看来大业了 最近放松了对他的思想教育了 哎 哎 哎 俗话说得好啊 三岁看到了 我看这孩子再这样继续发展下去啊 以后很难成大器 那你的意思是 要不咱们再生一个 然后好好培养 呦 谁昨天还说了哈 生小孩到时候身材很难恢复 所以呢 要深度考虑考虑的哎 大专告成了吧 嘿嘿嘿 公主 明天请我们去哪里吃东西啊 就着吃 哎呀 我这不是为了鼓呼一下 公主的坑地计划 是用你的成果吗 你想啊 那时候公主一下子变成好学生 那就写得太假了 是吧公主 今天继续画你今天的体验去 不过 公主 难道 没有成功 看来之前吃的不够狠 今天你要吃就更狠的 你就先别想着吃 行不行啊 公主 到底怎么回事啊 他们说 我的胃炎是没什么指望的 那时候就生一个好好培养 你这是什么歪理啊 这叫物极必反 我早就说这招不行了 为什么 因为你得考虑大人的先礼啊 神尔台弄得我们这些独生子女 没有优越感 其实大人是因为对未来没有安全感 还不是为了他们老子多买一种保险 所以 我以他们生定了 嗯 你们让焦焦早蛋 只能增加他们的不安全感 是一种老五所一的感觉 所以说 我 呃 那个怎么办 给他们安全感啊 怎么给啊 表现你最优秀的一面 让父母觉得有你就足够了 其他都是多余的 对 我同意这一点 我就是表现了优秀的一面 才这么容易大小五五 要生第二胎的念头 请问一下 你有什么优秀的一面 吃啊 左手一只鸡 右手一只鸡 我是东方好吃鸡 那我又给变回去吗 焦焦 你这样子吧 变得更温盛更优秀 这一点对你来说都是小菜一碟 为了你的独身族意 GoGoGo 赵老师 还是您教导有方 咱家焦焦啊 就拜托您了啊 好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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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啊这么开心 当然开心了 老婆 谢谢 老师打电话来 表扬咱家焦焦 最近在学校表现非常好 我都说了 我爱直播的女儿绝对不会差 你看咱家宝贝多乖 直到姐发碗头报纸了 第二版 第二版 优秀做文学灯 分享的快乐作者 爱焦焦 我想和爸爸妈妈业绩分享我的成功 我太棒了女儿 我先去看书了拜拜 乖 你 原来咱们的女儿这么优秀的 我之前还觉得她很难成才呢 还说晚上生第二胎有个保障 看来啊 我是错怪她 老婆 看到咱家女儿的表现 我坚定了生第二胎的信心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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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想 咱们的女儿这么优秀 那证明咱俩的基因好啊 咱俩是不是该趁年轻的时候 给咱们伟大的国家 再生一个动量之才能 又生得得一样 不要不要不要 够了 无论我怎么做表现得多好 你们还是会嫌弃我的 我们怎么嫌弃你呢宝贝 是啊 宝贝 要不是你们嫌弃我的话 为什么非得要再生一个 好 既然我做什么都没有 那你们就再生一个吧 你同意了宝贝 要定你还是让妹妹啊 我 要不是你们再跟上一个 我就 让你们后悔 公主 到底怎么了 他们是铁了信号商啊 他们怎么能这样 公主你别难过了 你要先强啊 公主马上就要变成女夫了 哎呀生就生呗 怕什么 你看我 我也有个弟弟啊 也不过得挺好的吗 你仗着 当然不要疼啊 哎呀我就不要疼 怎么着怎么着啊 好啦 咱们吧 让我安静一会儿 直到如今 只好救出我的小毛线了 你们心快显灵 你们只收我一个 不要生第二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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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我的天哪 怎么马上就有个小弟弟了 姐姐你好 我叫天天 我叫天天不音 叫弟弟不灵啊 哇 你的名字好长啊 这不是我的名字 姐姐你能陪我玩一会儿吗 别人扔我 我烦着呢 天天 哥哥 姐姐做他很烦 公主 想开点吗 开心电 怎么开想 我马上交变上保护了 还有一大堆作业还没写完呢 我也没写完啊 告诉你个好消息 你们把数学老师病了 这两天不回来了 是啊 太好了 岂不是没人跟我们布置作业了吗 终于解放喽 耶 娇娇 袁老师 你数学老师生病了 你怎么能这么开心啊 我能不能够活 姐姐是觉得凭着数学老师很辛苦 现在生病就该好好休息了 是是 我是替她高兴的 原来是这个意思呀 原来你是心疼数学老师啊 老师差点误会你了 真乖 天天 谢谢你雪中送她 请受小女子一拜 不客气 姐姐小心香蕉皮 好险 要是踩到香蕉皮上 我这高贵的形象就毁了 还多亏了我弟弟呢 没想到她刚才帮我在原建老师面前剪了威 现在又剪我一把 那你还不赶紧谢谢我弟弟啊 谢谢小弟弟 不客气 不客气 真的吧 有个弟弟有好处的 刚才那些还不算什么呢 他平常可以帮我买零食啊 酱油啊 解篮球啊 收入快递什么的 真好处说不完的 那不是还得照顾他 有个弟弟陪你蒸食蒸后多有意思啊 而且在你不高兴的时候 可以拿到沙沙气 让他坐着吃那的 帮你抢蛋 好 姐姐给你吃棒棒糖 谢谢啊 好的 没想到有个小弟弟有这么多好兔呢 现在有单独二态 就让你爸妈再生一个呗 又不违法 娇娇 娇娇 娇娇啊 你吓死妈妈了 都会你在这儿啊 爸爸妈妈 你知道吗 你放在家里啊 那个茶几商的刘元条 把咱俩吓死了 你写了什么 不伤弟弟才回家 好 宝贝 你千万不能不回家 你要丢了 爸爸妈妈去哪儿找你去啊 是啊 最多啊 爸爸妈妈向你保证绝不胜点 绝不胜 不胜 不胜二胎了 哇 耶 公主 你成功了 公主 还是你比大家都厉害呀 嗯 我博士都佩服到五体投地了 佩服什么呀 我现在 改变主意了 啊 爸爸妈妈 我让你们赶紧给我生一个像他一样的小弟弟 啊 啊 此货当真 啊 此货当真 哎 哎 你你你干嘛呢 干什么呢 啊对啊 我我 我 俺是在弄孔挑里 啊 有贼亲来了 抓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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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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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 你白过来啊 俺就是来弄孔挑里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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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不死你我 我打死你 哎哎哎哎哎哎 我跟你说 俺真不是这样 这不是好同学托管班吗 是你老板 叫我来弄孔挑的呀 谁呀 那你说 那你说我们老板叫什么名字 是马老板 啊 马老板 马老板 你干嘛从窗外里爬起来 真的是马老板叫我来的呀 他跟俺说了 让俺偷偷毛毛的把孔挑修好 不让你们这的人发现 不然的话 他不给俺工钱呢 我看他就是个贼 我去打电话报警 我去打电话报警 大名的贼 你老板 千万别报警去 马老板 你看有贼 有贼 哪儿呢哪儿呢我去看看 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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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稍等 马老板 你这个蠢驴 什么话还没干 叫人抓着了呢 你你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朱奶奶 马老板 是这样 这两天天太热了 那个空调又坏了 我呢就想让他呀偷偷地来 把空调修好 我这人做事就很低调嘛 要不别人又说我土豪了嘛 你说你马老板这事办得吓死我 到时候我去 赶快去吧 赶快修空调去 你知道哪儿干去吗 走吧 好 朱奶奶 让您受惊了 没有没有没有 我知道你们现在有困难 但是呢也不能让孩子热着啊 是不是啊 以后呢有什么困难 有困难找大军爸妈 好好好 我们托管班和孩子们 非常感谢马老板 谢谢你了 不客气不客气 谢谢不客气 朱奶奶 我还有个小事想求你 小事 你几个问题 是这样的呀 我家大军的作文啊太烂了 上次考试啊 才考了个四十六分啊 没事没事 我们加强辅导 我们园丁老师在读师范的时候 就是学语文的 作文可好了 他呀经常发表文章 和写那个网络小说 老师太了不起了 老师以后我家大军就交给您了 应该的应该的 我 我要给孩子们布置一道特别的作文题 可是我怎么都想不出来 好烦 你知道吗 你是我见过 除了我母亲之外 最伟大最了不起的女性 所以我相信你 这不都要怪朱奶奶吗 她在马老板面前给我戴了个纲帽 马老板也夸我了不起 我就是不能辜负他这一句了不起 我刚刚说什么来着 马老板 不是不是 了不起 这次的题目就叫做两不起的 什么 让孩子们自己发挥吧 开放性的题目 够有水平够特别了吧 小宝 你是不是在想了不起的谁呢 对啊 你跟那世界上有谁了不起就写谁呗 看来只好写了不起的 我 我写的是伟大的 鬼魔师先生 为什么 因为她是我的偶像啊 我也写了我的偶像 谁啊 独角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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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了 是来自星星的里面的 独角兽 真没想到 打星星世界里 还有独角兽呢 不像名义我的偶像 他的名字叫独明镜 不是什么独角兽 他可是外星人 我写的也是外星人 英雄所见恋童 我写的是我们村的外星人 你们村还有外星人 对 就是我们高家村的村长 他竟然不姓高 心爱跟你一个姓 我都去 大军 你那作文写得怎样啊 作文 什么作文啊 就是云老师说的 了不起的点点点 哦 我想起来了 我写的这个人呢 远在天边 近在眼天 哦 英雄所见 略童啊 其实我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啦 可是没什么了不起啊 可 你不是写我吗 我写你 那我不是吃好了撑着 大军 其实写我也可以啊 比如说我什么英俊潇洒 或者不乐于住人啊 是他 一边玩去 我写的是他 是我的包子啦 错 是肉包子大神 是他记忆高潮 滴水不漏 香气四溢 回味无穷 我写的这种简直是太了不起了 我的个孕呢 大家的初稿我都看了 还是挺有想法的 都写出自己的特色 但是呢 你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毛病 就是没有好好地观察生活 空洞而没有细节 所以我决定 大家干脆统一写自己的亲人 比如自己的爸爸妈妈 写自己最熟悉的人 要真正写出 他们了不起的地方和品质 以情动人 过两天就交给我 知道没有 知道了 好 大家准备去吃饭吧 我要洗我爸 妈妈也认为我都不愿意啊 我就洗我爸 他真的很了不起 他从一个农村玩 一步一步大脚印 终于当上了领导 他首相还管着好几百人呢 诚 几百人算什么 我爸管着上千人 我原本是想洗我爸的 和我爸说 做人家低调 所以呢 我才嫌卖肉包子大神 可现在看来 我要得高调一回咯 哼 有钱你就了不起了吗 你没钱 就更没什么了不起的啦 也难说 有句话不是说了 光脚不怕穿鞋的吗 光脚还让别人羡慕 这就叫做羡慕嫉妒恨 谁羡慕嫉妒恨了 我爸乐于助人 勇敢善良 轻轻工作 得了得了 我爸参加过慈善活动 大笔大笔的捐款 说得那么热闹 我哪知道 你爸真的捐了没捐 还要实际的 还要实际的 实际的就在这儿 你没看见 这空调上次还罢工 怎么突然好起来了 我上次看到有光人来修了 你看见了 那就是我爸花钱请来的工人 原来你爸还真了不起啊 那小宝 你想好是写你爸 还是写女妈妹 一起写吧 都写 是啊 一起写 就写他们俩 生了我这个了不起的儿子 所以他们就能了不起嘛 你还是夸自己了不起啊 实话实说嘛 快点啊你 你究竟想干嘛你 小心点啊 马大爵爸爸喝醉了 睡到金师傅的宿舍里了 那我们赶紧把他叫醒啊 爷 浩子 你想不想斗地主啊 你带了牌吗 哎呀 是斗马大地主 哎呀 放心 不是斗真的斗 这是斗跟的斗 那我们赶紧叫上博士和公主吧 好 走 好 轻点 没事 你不要睡得可沉呢 我感觉吗 应该一笔子一笔子 好不好啊 把他的鞋脱掉了 哎 好办吧 没想到你鬼主意的挺多的嘛 来吧 行吧 好啊 小宝 你确定他是马大军爸爸 没错 我听见大军叫他爸爸 你们看这衣服 你也哪里不贴 我看是真穷 你说他是装妇 你们怎么在这儿 别让我出去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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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能出去 走 走 大军 你确定他是你爸吗 废话呀 这就是你唯一的爸爸 马德财通知 你爸也不是唯一啊 你爸是道老板 没错啊 管着上千人 又要免规模 正在扩大中 再扩大 牛皮 就 砰 破了 你说我在推牛 你不信我有一个了不起的爸爸 你爸 就是欠债大老板 你胡说什么 大军 你爸爸穿的衣服 还有袜子 都打了补丁 一大老板能穿成这样吗 这 这不可能 你自己都看到了 看来你爸爸的公司要破产了 大军 对不起 爸爸把铲子弄破了 破产 破产 老板 老板 你爸的公司就是什么 马里哄 你怎么跟我的魔法终于差不多啊 老板 你爸的公司就是你爸公司的钱 负债 就是你爸公司欠别人的钱 绿什么的 那我就不知道 意思就是说你爸爸欠别人的钱 反正公司和家里的钱都要拿去还债了 你那说什么 大军 你要面对现实 但无论怎么样 你要坚强 我还没有思想准备 我一直接受不了 其实每个婴儿出生前都没有思想准备 是降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呢 还是降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 你现在就当你是降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好了 我不愿意 这有什么不愿意的 你爸还是你爸 你妈还是你妈 我妈还是你的同学 只是日子过得紧一点 好吃的少一点 好玩的少一点 就是我们的爸妈不算有钱 不也过得挺好的 要不你换一个就写了不起的小宝 我写你还不是我写我自己呢 我要写了不起的爸爸 虽然呢 他欠了别人的赞 但是呢 他还是让我过上了有钱人的日子 就凭这一点 他爱我 他疼我 他关心我 还是很了不起了 好 好 好 不过 在这之前 我必须得搞清楚 这双肉脚指头的袜子是怎么回事 爸 爸 起床了 爸 起床了 不行 不行 喝个梦 大君 儿子 你咋在这呢 爸 我等你起床呢 你怎么这么不爱惜自己啊 是啊 我这打你妈多少回了 爸 你还有多少钱 你妈没给你钱呢 要买啥呀 哎 哎 老爸 我是想问 咱们家还有多少钱 咱家有的是钱呢 问这干啥呀 那 要不要欠别人钱 欠别人钱 别人欠你爸我好几百万呢 爸 你就别再装了 我都知道了 你知道什么呀 爸 你看 这衣服的 打布丁 还有 这袜子 这个大洞 嗯 怎么了 这不是明白什么 你没有什么钱 谁跟你说 我穿个特衣服 就是没钱人 开奔驰 穿西装 就是有钱人 那 那就是为什么 这件背心啊 和这双袜子呀 对你爸我呀 太有意义了 爸爸16岁就出来打工啊 你爷爷没有钱 就给了你爸我这么一件背心 和这么双袜子 缝缝补补啊 十六年呐 时刻就提醒你爸我自己啊 艰苦朴素啊 努力的创业挣钱呐 养活这个家 原来是这样 老爸这破衣服和这破袜子 这是我们的全家宝咯 对 老爸你真是太要不起了 我现在给你告诉小马他们 免得 就毁了你的医师医名 回来回来回来 儿子 爸爸跟你说过啥呀 做人呢 要低调 要低调知道不 热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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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吧 大军 你爸真的不长啊 大军 你的事我听说了 明天我带点新的背心给你 不止东西 小小 我 真是残不忍睹啊 大军 你等着 明天我给你戴两双新袜子 给你戴条裙子 啊 裙子 戴点好吃的 我可以借你点钱 哎呀 不要不要 就别硬撑着了 我知道你过惯了 舒适 富裕的生活 冷不丁 生活指定 只是线下降 还是买来适应的 嗯 需要时间 哎呀 我家现在很了钱 这时候你就别想面子了 我们都是好朋友好同学 不会取消你的 就是 这也不都是你的错 都怪你爸经营不善啊 哎 我爸昨天贴了个六百万的河头 六百万 那你还穿这破衣服 就是 破衣服 这可是我的传家宝 传家宝 传家宝 那我们很固扯 传家宝 传家宝 那我们很固扯 传家宝 那我们很固扯 传家宝 叫什么笑啊 还不快去做作剧 袁老师 他说他生长穿的这件衣服和破蛙子 都是 传家宝 不笑 还笑 一会儿你们就该哭了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同学们 上一次布置的作文 了不起的某某某 大家昨天已经交上来了 我也看了 下面呢 我就点评几个同学写的作文吧 艾娇娇同学写的是爸爸 套话太多 缺乏生活细节 高峰同学呢 写的也是爸爸 但是他把爸爸写的像超人一样 不真实 王敏聪同学 写的是妈妈 感情真挚 不错 张小宝同学写的是父母 可是他其实是在写自己 小宝 你上来给大家念一下 了不起的爸爸妈妈 他们之所以了不起 是他们生了一个优秀的我 我 记得我出生那天 下着鹅毛大鱼 突然 咱咱 咱咱咱咱 我出生了 似乎注定了我的不同凡响 你出生你能记得 后来我打听的 从小有人说我很聪明 果然我很聪明 又有人说我很帅 果然我成了番草 又有人说 又有人说 你这次的作文必须得重写 行了回作回去吧 同学们 这次作文写得最好的就是马大军同学 他的作文呢 思想深刻 构思新颖 非常不错 值得我们大家学习 下面就请马大军同学上来念一念他的作文吧 来 来 了不起的爸爸 我有两个爸爸 你怎么会啊 新闻呢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一个富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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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爸爸 富爸爸很了不起 他有多家公司和工厂 他为国家经济做了贡献 同时他又十分热衷于慈善事业 我的富爸爸也很了不起 他有两样传家吧 那就是一片不错背心和一双脱袜子 我爱我的两个爸爸 他的名字叫马德财 写得太好了 你们大家一定要向马大军同学学习 怎么样写出一篇真情实感的作文 知道没有 知道了 好了 回坐位去吧 嗯 真没想到 是这么的峰回路转啊 原来破背心和破袜子 都能当传家宝 啊 原老师 忙什么呢 整个孩子们修改作文呢 听说 你这次的作文辅导得很不错 他们写的作文都是一个套路的 都写着什么呢 各家的破烂都变成各家的床家宝了 你看 艾娇娇家的破台灯 张小宝家的旧水壶 高峰同学家的煤油灯 还有王敏聪同学家的旧高跟鞋 那个李子浩同学的旧老鼠夹都出来了 我这都变成垃圾回收站了 我这都变成垃圾回收站了